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三 歡迎收看Gina美睫之育媽咪小教室 今天呢 我們不是要教大家如何挑選店家 而是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小三媽咪 也就是我 懷孕的一些經驗 至於懷孕呢 為什麼是需要接睫毛的 這一點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懷孕呢 四十週的期間裡面 其實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因為我們總共分三個階段來去適應 它就是有分懷孕初期 懷孕中期 跟懷孕末期 那其實這三個階段 對某一些媽咪來講 其實接睫毛呢 是對她們來說是最大的方便 怎麼說呢 就是懷孕初期的媽咪呢 可能因為前三個月 狀況可能會有一些不穩定 有些媽咪可能會暈吐 然後有些會嗜睡 那有些會覺得氣色變很差 那為什麼氣色會變很差 那其實是因為我們的體內荷爾蒙的改變的關係 所以導致一些 像我上一胎的經驗 是我的臉色會呈現蠟黃的狀況 那因為氣色變很差 那我們如果又還在工作的一些媽咪 或者是有時候會出去買東西啊 買菜啊 等等的 總不能讓人家發現 就是一臉就是疲憊 或者是眷容的感覺 因為懷孕對我們來說其實是一件喜悅的事情 那懷孕初期呢 由於一些身體不適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接一些自然的類型的睫毛 就是可以讓我們的氣色看起來更加分 因為有睫毛對於女生來講的話 其實都是讓眼神充滿了自信 然後充滿了美麗 再來呢 我們的階段是進入了懷孕中期 中期呢 就是等於是四五六 初期的所經歷的這些身體的不適的感覺 其實到孕中的時候 這些症狀就會慢慢的消失 小部分的媽咪他們還是有可能 會有孕吐的狀況會發生 那關於孕吐的部分的話 我個人是建議我們可以少量多餐 然後避免吃太油膩的食物 可以吃點就是一些清淡的 或者是水果的部分 然後來讓自己的胃比較不會 因為聞到一些油的狀況 然後容易想吐 像我現在本身懷孕是屬於二十二週 也就是五個半月 那就會覺得 誒 身心開始愉悅了 因為一些就是不舒服孕吐的感覺 慢慢的消失 那像有時候需要拍攝影片啊 我都只是擦個淡淡的隔離霜 那因為有接睫毛的關係 所以你才會覺得說 誒 我的眼睛是很有神感 感覺好像畫了濃妝 其實不是喔 只是上個隔離的部分而已 再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懷孕後期 為什麼需要接睫毛 因為上一胎的預產期是十月二號 結果想說 九月三十號帶來去假接 這樣子讓你的生產 或者是坐月子的期間都可以美美的 殊不知我的小傢伙 在九月二十八號出來報到 沒錯 九月二十八號是教師節 這一系列的孕媽咪頻道還沒有結束喔 那我們歡迎孕媽咪們跟我報名喔 因為我們需要一些就是 你們的經驗分享 為什麼懷孕需要接睫毛 這個部分是我的分享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